七米高大浪一波波拍打 上岸见起白色浪花好惊人 尽管山竹台风逐渐远离 但外围环流大雨建立轰炸 肯定南湾灾情更惨 沙滩上满满漂流木跟垃圾 宝特瓶手摇杯椅子等等 不是漂在海中就是堆在沙滩 南湾成了大型垃圾场 民众来玩根本不能下水很扫兴 觉得好像都是山上或怎么样 然后刮下去的 然后还是要注意安全 还是不要玩就看一下就好了 等沙滩清理好得花至少一个礼拜 但从八月至今 一个月大雨大雨一直下 冲击观光产业 变成死沉了 为什么呢 之前没有游客了 全国都没贪 困点困点就在外面 加上这也没办法 不是很好 就是因为天气 而且这样子的话 对我们影响都很大 就防御大概几层 三层 墾丁观光走下坡 又遇上大雨跟台风 伤口上撒盐 大街如同死沉 忘记生意惨淡 甚至出现土石泥流 这个土呢 其实都是蛮松软的 一踩呢 整个就可以下去了 整个水沟啊 大概四五十公分 全部都是泥沙 船翻时附近道路 覆盖大量土石泥流 厚度六公分 工程车紧急清理路面 管制交通单向通行 就怕机车经过雷禅 发生意外 但只要一下大雨可能土石泥流 再报到工程单位 疲于奔命 记者陈生意王书宏 SY小组屏东报道